微紅月聲響起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克里姆林宮 迎接第五個任期 紅毯已經走過四次 神情輕鬆 從容不破 自信站上台 手放在憲法上宣誓就職 但台底下不少西方政要都沒有來 美國國務院就表示過 不會派代表出席普丁就職大典 英國 加拿大等也都缺席 歐洲大國中只有法國駐俄大使到場 大部分西方國家以行動杯葛 不承認普丁統治的正當性 而普丁表示 願意和西方國家對話 尋求一條合作與和平之路 普丁強調已經準備好和西方溝通 但前提是平等和尊重彼此的利益 反對西方制裁 如今普丁總統再當六年 有更多時間專心處理俄屋戰爭 就職大典隔天 非但再炸烏克蘭首都基輔 傳出受傷 13棟房屋被毀 此時戰況告急的烏克蘭 不只缺武器 還傳出有內鬼 烏克蘭安全部門破獲一起暗殺 澤倫斯基的計畫 其他暗殺對象 還有安全局局長 情報總局長等 而計畫這場暗殺的是 兩名烏克蘭安全局上校 想先進水樓台 處理掉上司 再接近澤倫斯基 烏克蘭安全部門破獲 計畫雖然失敗 但澤倫斯基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陳時殿網時尾報導 大家見解釋 渡了 來自渡 下面 第一條 contradict 雖然不 こ 風 by bwd6